我发现很多人装修买东西非常死心眼 要不全买便宜的 要不全买贵的 一点分辨能力也没有 今天小冬就给大家好好理理一下 告诉你装修材料什么东西可以省钱 什么东西一定要买贵的 这样才能保证既节约成本又能把家装好 1.前置过滤器VS除下净水器 前置过滤器可以买便宜的或者干脆不买 除下净水器建议有条件 尽量装一个对于城市自来水供水 前置过滤器它的作用微乎其微 唯一能过滤掉的就是水中大颗粒的泥沙和铁锈 为了防止家庭用水电器堵塞 主要针对老房区或水质特别差的地区 还有一定的效果 即使要买的话 选个不锈钢阀芯三四百的足够用了 记得定期清洗过滤网就行 避免二次污染 除下净水器建议可以装一个 毕竟可以提供家庭健康安全的饮水 除下净水器分超滤和RO反渗透两种 如果是超滤不能达到止饮的效果 所以还需要搭配一台管线机 反渗透理论上过滤出来的水可以直接饮用 因此需要关注的是RO模和滤芯 RO模一定要买品牌的 例如陶氏 海德能 东力 GE 氏涵等 同时还有关注滤芯每年更换的耗材成本 二 瓷砖VS木地板瓷砖 没必要多花钱 但木地板要买好的 国产瓷砖技术发展到今天 已经非常成熟了 尤其是全国文明的广东佛山瓷砖 几十元一片的小品牌广东砖 和一二线大牌上百元一片的瓷砖 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踩在脚底下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买瓷砖没必要买大牌多花运用钱 只要瓷砖的硬度和平整度达标 家用几十年完全没问题 如果家里选择铺木地板 那地板建议你要舍得花钱 必须买大品牌的 不管是强化复合地板 还是多层石木地板都含胶水 有胶必有权 虽说纯石木地板没有甲醛 但表面有漆 漆油本和VOC等有害物 因此为了家人健康 不要买太便宜的杂牌地板 三 卧室门VS断桥 铝窗卧室门没必要多花钱 但断桥窗要买质量好的 卧室门的最重要的两个作用就是 隔音和装饰 所以没必要买太贵的 原则上只要环保达标 价格在1500左右的 完全够用 十年八年基本用不坏 木门门心选桥东立雪板结构的 隔音效果最好 记得一定要搭配静音锁 棋子 白色烤漆门时间长容易发黄 尽量不要选 换窗户 封阳台的断桥铝窗 一定要舍得花钱 买质量好的 太差的断桥窗不但透风 还漏雨 保温隔热的效果也差 会严重影响到日后的生活质量 一般家庭建议选择65到85系列 价格在600到900元左右的即可 想要隔音效果好 选家浇中空玻璃 想要保温效果好 就选三层中空玻璃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друзь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多说 质量好的床垫不但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而且环保性高 对于睡眠比较敏感的人群 建议选择独立弹簧床垫 比传统的整网弹簧床垫抗干扰能力更强 7.花洒龙头VS水槽水槽可以不用选品牌 花洒龙头要买质量好的品牌货 家里的洗菜盆认准SUS304缸的 根本不用在乎是什么品牌的 耐用性都一样 其实国内很多大品牌水槽也都是代工的 没必要浪费钱 水槽必候选1.2毫米以上的 担心磕碰不耐滑 可以选表面带拉丝工艺的 另外 记得再搭配一个抽拉龙头 使用起来也会更方便 花洒龙头 这类卫浴产品更依赖于核心技术 杂牌与品牌之间的产品使用体验 和使用年限天差地别 而且 需要每天都使用的东西 一定别贪图便宜买了杂牌产品 另外 近些年流行黑色的花洒 龙头 劝你别盲目跟风 虽说颜值高 但有水垢和污渍 没办法打理 建议你就选传统镀层的 耐用意清洁 还省钱 8.集成吊顶 VS浴霸集成吊顶 没必要多花钱 但集成电器浴霸 一定要买品牌货 铝扣板吊顶 是所有装修材料中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唯一的作用就是遮丑 避免厨房 卫生间 一些电器管线外露 选择大品牌与小品牌的区别 可能仅在于售后更完善一些 仅此而已 但价格却差了两三倍 所以多花钱真心不值得 市场价格在80到120元左右的 完全够用了 卫生间的集成电器 包括照明和取暖浴霸 后期涉及到 使用安全性和舒适度 建议一定要买品牌的 产品质量和技术更加靠谱 使用年限也会更长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更建议选择风暖浴霸 传统的灯暖浴霸 不但烤皮刺眼 还有炸裂的风险 选择风暖浴霸的安全性 和舒适性会更好 9.窗帘VS开关插座 买窗帘可以省钱 但开关插座 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买窗帘无品牌 说穿了就是一块遮光布 没必要多花钱 尤其是买品牌窗帘 完全是在交质商税 所谓的品牌窗帘 也不过是拿布料回来 再贴上自己的商标卖给你 所以窗帘只要选对 面料和颜色就好 品布品牌的无所谓 另外买窗帘想省钱 可以选择线上 性价比更高 提前让商家计小样 避免色差问题 开关插座因为涉及到 家庭的用电安全 一定不能忽视 开关插座因为家庭用量大 所以会存在杂牌或贴牌货 因此购买时 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 如果选择线上买 要认准品牌旗舰店 如果是线下实体店 要选择官方授权店 其次要让商家出具 符合3C的安全认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麻烦帮忙点赞 转发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